各位上司 各位法師 貴賓 跟所有的同盟 大家晚安 那麼今天呢 還沒有開始講這個睡明 大光明常法以前 我們 也要先頂禮 白教的祖師 大伯法王喀瑪巴 紅教的祖師 了名和尚 黃教的祖師 撒迦 圖登達爾吉喪師 發教的祖師 撒迦正空喪師 我們齊勤 歷代祖師 放光加持 令我們的傳授 能夠吉祥圓滿 其實這個睡明大光明常法 在我昨天在講當中 這個明光法是一個很微妙的一個法 也是很超然的一個法 那麼當中呢 最重要有一個因素 你修行的境界啊 假如不達到這個空境 不達到五 那麼是很難啊 你能夠睡明得到光明 也得到平安 啊 昨天 這個法 大家這個聽起來很簡單嗎 你獅子握 吉祥握 你放紅光 那祈求喪師啊 本尊啊 這個給你加持 這個明光法就是這麼簡單 那大家都一定會睡得很好 那其實不然 這個睡明啊 能夠非常的光明 而且非常的這樣子的 很舒適很愉快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麼到底要怎麼樣呢 這個有一句話講 眾生的痛苦啊 是由煩惱而引起的 那麼眾生啊 要講一個人完全沒有煩惱的 很少 那你晚上要能夠睡得好 睡得光明 歸根講起來啊 一句話 你還是要斷除煩惱 你煩惱不斷除 你獅子握得再好 握得再好 皺再念得再妙 觀想紅光再清楚 照樣睡不好 這樣有閘門 所以這個講起來啊 真的是 真正要睡明能夠好 一定要有空境 要有無的境界 那個是無窮盡 那個是無窮盡 很超然的 佛法最微妙的境界 我這樣子跟大家講啊 這個 我認為啊 佛陀 釋迦牟尼佛 他本身啊 睡明 也不是很好 為什麼呢 因為他也一樣有煩惱 他一樣有煩惱 他煩惱什麼呢 他是煩惱眾生 他自己本人開悟了 已經領悟了空境了 但是他替眾生煩惱 像師尊一樣啊 師尊現在也不煩惱什麼 你說我煩惱什麼 我已經結過分了 我沒有煩惱婚姻啊 對不對 我不煩惱婚姻的事情 婚姻沒有啦 我也不煩惱子尼啊 子尼也不錯啊 一個文的一個五的 文五都有啊 文的會讀書 哇 武的會打籃球啊 文五都有了嘛 你還怕什麼呢 子女啊 不怕 你說環島民嗎 高處不勝寒 師尊有的都是弟子 朋友倒是很少 朋友比較少 弟子反而多 高處不勝寒 高處不勝寒 不過也是蠻熱鬧的 沒有什麼煩惱 煩惱利嗎 利啊 金錢嗎 啊 坦白講啊 大家都要給世貞供養 啊 這個 哎 不 哪啊 他跪在那裡 要拿呢 實際上是 兩個袋子已經都滿了 兩個口袋都滿了 他還求你啊 對不對 人家 天底下 要給人家錢 他還用求的耶 利嘛 其實師尊不用的 其實師尊不用的 這個也不用禮罰啦 不用禮罰啊 反正自己嚕嚕咧 就是解決了 龍袍 你說龍袍嗎 像這一次呢 那個龍袍大概給師尊送了差不多五十件 那五十件 穿啊 沒辦法 沒有辦法 每一件穿 拉那裝 雖然一試的 都是大家做的 內衣內褲呢 是台灣地址送的 沒有辦法 美國尺寸大一點 哈哈 我是喜歡三槍牌啊 跟一二爽 不是打廣告 台灣的三槍牌跟一二爽 一二三 三槍牌 那就是穿那個 我是很保守 我穿四腳褲啊 我沒有穿三腳的啊 是真是很保守 都是地址送的 內衣內褲 都是地址送的 鞋子也是的 帽子也是的 啊 這個戒子也是的 這個戒子 這個小戒子 是一位姓陵的送的 啊 這個大鑽戒 是庶民師姐送的 這個勞力士滿天心金錶 是保兒師姐送的 這一條念珠啊 抱歉抱歉 我就忘掉送的人是送的 因為太多念珠 太多 太多送念珠的太多 都是弟子送的 想一想 身上之物 都是弟子送的 不欠缺什麼力的 不欠缺什麼力的 這個名啊 利啊 這個 啊 地位啦 那麼婚姻啊 子女啊 這個 這個人啊 我唯一的煩惱 跟佛陀的煩惱是一樣 眾生 我只為弟子煩惱 這個師尊開悟了 哇 這個悟禁很廣啊 很好 我睡眠也不錯啦 老實講 睡眠啊 也很好了 但是還是有煩惱 煩惱弟子沒有開悟 煩惱眾生啊 沒有大法 這個就是真正人 這個憂 憂愁的地方 那既然有憂愁的話 我現在今天跟大家講 眾生的煩惱很多的 但是我們出家人 應該修行到 無煩無毛 這樣子你要進入空境 進入無 非常簡單 非常好 出家人沒有家 出家人沒有家 以天下為家 以天下為家 你一切的事情 你不用煩惱啊 不過師尊還是有呢 有一點 有一點像 那個 吳會計師講的 每一年時間到了 你要報稅 哈哈哈哈 爆稅是真的 這是難免 每個人都一樣 這個也是 一個小部分 一個小部分 這個佛陀的要義啊 在這個 睡明大光明場裡面 釋迦摩尼佛 他是這樣子講的 一切的眾生啊 未能開悟解脫 他沒有辦法開悟解脫 所以呢 他的煩惱啊 他的煩惱啊 是跟 海浪一樣 在洶湧 海浪一樣 在洶湧 煩惱是什麼呢 你越想解脫啊 他越綁你越緊 越想解脫 他越綁你越緊 那你必須要懂得啊 去看步 這個像魚啊 魚一樣啊 這個魚啊 一個比喻 你已經離開這個網 但是很容易啊 互招入網 會再進入這個網裡面 你沒有辦法離開呢 這個就是如以有往啊 這個脫入戰出 又復招網 釋迦摩尼佛 度化眾生 他當然度了很多人 能夠真正的解脫 但是呢 還是有很多 剛強難化的眾生 死有一惡 上惡襲戰 這個就是佛陀本身的 憂力跟煩惱 那麼 也就是師尊本人的 憂力跟煩惱 但是我也經常想啊 我在想 釋迦摩尼佛 他把眾生沒有度尽 他把眾生沒有度尽 這就是 師尊跟所有法師的 翻喜 跟所有上司的翻喜 是一個喜事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佛陀 因為這個佛陀 因為眾生沒有度尽啊 讓我們都有工作可以做 這讓我們每一個上司法師啊 都還有眾生可以度 但是我們啊 希望我們度化眾生的時候啊 也應該學習佛陀的精神 讓以後來的上司跟法師 也有眾生可以度 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不是我們不願意度尽啊 而是 的確是有難化的剛強眾生啊 他很鐵齒的 很鐵齒的 你很難去講 講的 很難去度化他的 今天呢 大家知道啊 這個明光法 明光法 你一定要進入空境 進入無 這個進入空境呢 進入無 就是一個啊 一個很偉大的一個思想 一個哲學 一個思想 你能夠要看破世間啊 能夠超出煩惱 唯有空 唯有無 好我舉一個這個 昨天講的這個例子 這個 當然 也是今天啊 中午講的例子 他本身啊 這個地址本身啊 他買了十幾棟房子 聽我下來以後 聽他們講 還不值哦 他說他還有很多土地啊 另外也一起這個建這個 建房子啊 所以他房子也是數不清 那車子 另外還有錢啊 金錢啊 但是呢 大家想一想 你有這些啊 現在有什麼用 這就是要你看得破 一個關空的一個方法 這個沙伯世界的東西啊 這個沙伯世界的東西啊 哪一個東西是你的 每一次上床的時候啊 你要好好想一想 這沙伯世界的東西 哪樣東西是我的 你好好考慮一下 你的身體啊 都不是你的 何況是身外之物 身內之物啊 也不聽你的 也不聽你的 你身體自己的東西 也不聽你的 也不聽你的 身外之物 身外之物那更不用談啊 都不是你的東西 所以我常常講啊 這個勞力士滿天心金表 借你待看幾十年 借你看 借你待看幾十年 你以為啊 哇 這個很執著 這個老婆總是我的了吧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是你的 要等你老婆 叮叮死了 就是你的了 他 你比他先死啊 他不一定是你的啦 這最清楚的嘛 什麼老婆是你的呢 你以為老婆一定是你的啦 不一定的 先生也不一定是你的啦 現在喔 在 現在華麗條文 沒什麼用的 現在 現在流行一劑啊 只要高興就可以了 好像只要高興了 他只要高興啊 什麼都可以耶 什麼東西是你的 但是你要看得破啊 你要知道老婆不是你的 你就沒有婚姻的煩惱啊 連你自己都不是你的 因為有時候你的五臟啊 你的器官啊 不一定聽你的啦 上床去想一想 你在背道上面啊 稍微想一想 這個時候啊 你會把一切啊 這個 恩愛啊 情仇啊 全部 付之流水 這樣 會很好睡 這樣就會很好睡 你假如不這樣子 有這個哲學 很難睡 師真也很難做喔 告訴你喔 師真啊 蠻困難的喔 師真啊 跟哪一個弟子 比較接近一點喔 後面會講喔 你看 呵呵呵呵 會直喔 師真跟哪一個人講話 比較久一點喔 也是有麻煩喔 講多一點也不行喔 眼睛多看兩眼也不好喔 這樣 就未有人講話 但是師真的一種心啊 跟眾生的不一樣 我放開一切 放得很善 我曾經講過一個無所謂哲學 這個無所謂哲學 你放在心中 你上了床 你上了床 先想無所謂哲學 什麼事情 都是無所謂 你有所謂啊 你不能修明光法 有所謂 你心中有障礙 你煩惱顛倒 妄想顛倒 你怎麼能夠明光呢 這是一個哲學 告訴大家 你一定要修行 一定要先 能夠看破你的煩惱 做一個真正的超然的聖人 你心中光明 一絲無掛 你修明光法 事辦公佩 這當中啊 我在這個密教的法術裡面呢 有寫到這個 睡光常授法 睡光常授法 睡光也就是明光啊 明光常授法 那記得我曾經講過啊 在馬來西亞 冰城 冰城的時候啊 有一次是這樣子的 就是馬來西亞的 這個槓頭很多 你們這裡有馬來西亞來 因為馬來啊 馬來人 他們很會養鬼 很會養鬼 養小鬼 那個有一種低級靈的那一種 我在馬來西亞 我在馬來西亞 冰城 有法師啊 放小鬼找我 啊 有法師啊 放那個小鬼 那時候我住在這個 hotel是叫做珍珠 珍珠hotel在冰城 我一進到房間啊 我就知道那個空氣不對 啊師尊是 懂得的 像武俠小說裡面一樣啊 武俠小說裡面經常講 欸 到了一個地方突然間啊 心電感應了 欸 這裡啊 這個 殺氣重重 有殺氣 有殺氣啊 你會感覺到有一股殺氣 欸 有殺氣 血腥味很重 鼻子嗅一下 有血腥味 你到了一個房子裡面呢 你是一個通靈的人啊 一進去啊 馬上就知道 這個殺氣很重的 啊 這個師尊 異高人膽大 啊 異高人膽大 啊 這個 什麼不怕啊 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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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變化啊 這個神 神通可以任應啊 變化可以多端 還怕什麼呢 也就是 索然啊 啊 這個覺得是 根本就無所謂 也無事 啊 上床的時候啊 就用這個 睡光長授法 也是獅子握喔 你現在唸了 從你的這個頂啊 眉心輪放白光照向西空 紅 紅色的光明從喉輪放出照向西空 紅 藍色的光明從心輪放射照向西空 那麼三道光啊 剪成一個官房 把自己蓋住 然後呢 自己喊變 這個變也是很厲害 像那個 日本的那個 忍者 忍者 他這個手又 變 這個忍者 日本的那個忍術很厲害 一變 哇 哇 這變成金剛柱 獅子 哇 把自己啊 想成金剛柱 在船頭船尾 這樣子啊 轉 繞過來 繞過去 變成金剛柱 這個念三日民眾 朗 朗 陽 看 這個詞 三日民咒 朗 壓看 就是念咒語啊 這個朗壓看 一直念這個咒語 念到睡著 這個朗壓看啊 是可以指自己的身子 變成金剛柱 那麼的堅固 這個就是睡光長壽法 因為啊 在所有的東西當中啊 以金剛柱為堅固的象征 這個時候你是最 是不變形啊 也不變色 那你是堅固 長壽 朱邪不清啊 啊 那些小鬼啊 知道我已經睡著了 雖然看到一些光霧啊 這個覆蓋啊 他們也是過來啊 他就咬你的脖子啊 咬你脖子 他咬你的身體 這一咬啊 咬嚓 噢 阿媽滾包回去 原來是那個 小鬼的牙齒斷 他咬這個嘛 他咬這個金剛柱 你已經變化成為金剛柱了 他一咬的話 他牙齒就斷了 所以你啊 你修這個碎光長壽法 很好的 朱邪不清 槓頭不入 大家懂得這個方法 在我的這個密教的法術裡面有 你修這個法 不怕槓頭 不怕盜氣 那修行人 因為有很多這個 啊 很喜歡啊 這個盜氣的這些小鬼 來盜你修行的氣 白天修得好好的 晚上全部通通漏濕掉 這個不行 啊 我有這個經驗呢 你修這個碎光長壽法 跟明光法是一樣的 今天特別講 你變化成為金剛柱 躺在床上 你就是很堅固的一個行者 你不能夠深化紅光 你變個金剛柱 這個也是明光法 這個也是明光法 今天大家能夠這個 能夠這個聽到這個法 而且由師尊本身呢 很仔細的講解給大家聽 回去好好的做 那麼這個我剛才講的那一個哲學 我本來是講無所謂哲學 我本來是講無所謂哲學 那麼這個哲學 也可以講是由他去哲學 由他去哲學 由他去哲學 什麼是由他去啊 做你去啊 做你去啊 這樣就算 就算了 做你去這樣就算了 大家要懂得這個哲學 不要老是把一些事情放在心上 今天聽師尊跟你講一句話 那你心中很不爽 心裡很不爽 肥氣悶悶不樂 要想這個 特輝歸證書 要想特輝歸證書 我不理師尊了 我不喜歡了啦 我不修行了啦 啊這樣跌了 你要懂得啊 由他去啦 那一句話而已 一句話 你不要放在心上 要懂得一絲不掛 一絲不掛不是叫你躺啥都說 是心中 心中一絲不掛 不要我講一絲不掛以後 你們走了 通通把油留下 也有人這樣子想啊 他們那個像那個印度天衣派就是這樣子想 現在有些印度天衣派的 我不穿衣服 我就是一絲不掛 是你心中有掛 外表上沒有穿 但是你心裡穿 師尊是外表上穿 心裡沒有穿 所以有時候師尊講話也要很小心的 對於這些比較執著的弟子 剛才說一句話 他想一絲 他就心裡不開心了 奧頭奧兵 我就還要 人家叫他說 啊 腳架感覺怕怕的 不要啦 剛才是玩笑的啦 還要跟他握握手啊 這樣看他又心灰又丟開 很難做的 這師父也很沒做的 對弟子講話也要蠻客氣的 否則他不會賺錢回來 這個講真話 這個是講真話 他出信給人家喔 給人家那個有時候會想到師尊啊 有時候會賺一點錢回來供養 對不對 這個叫奪年信 要賺錢回來供養師尊 他每假如一句話得罪他 也是有損失啊 也是有損失啊 所以要講話要對這些上司啊 法師講話要客氣一點 這個由他去的這個哲學啊 在佛陀講啊 就是默兵 釋迦牟尼佛也用這個方法 默兵啊 他看你這個弟子實際上是不行啊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怎麼叫都叫不回來啊 怎麼辦呢 這沉默 佛陀用沉默的方法 然後就由他去 這個就是默兵嘛 然後我們這個 生活中啊 當然這個 閨域的弟子啊 十個 但偶爾呢 也會有一個這個 他會產生心理上的一種障礙 也會離開生活中的 也會這個閒出閒入啊 突然間進來啊 突然間他又走了 也會有的 因為啊 因為他認為啊 他在那個單位裡面啊 在一個堂裡面啊 有時候感覺氣氛不好的時候 他也會閒出閒入的 人事上的問題 倒不是法的問題 很多都是人事上啊 我跟誰不合 所以我就不願意去了 一距離一眼了 然後我也想不想在正佛中裡面 但是呢 有十個進來啊 有一個退卓啊 龍武春啊 我們都是有聖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在佛陀講啊 對於這樣的弟子 既然沒有辦法枉回 佛陀用的方法只有用 墨兵 因為他不聽佛陀的教話嘛 那釋迦摩尼佛只好是墨兵 就是這兩個字 那麼老子呢 他是用什麼方法呢 我們中國道家的這個老子 他是行無為之事 這個老子他本身不想得什麼的 這個就是無為 告訴你 告訴你 這世界上有什麼可以得的 你今天跟我講你可以得的 我就服了你 什麼東西可以得 沒有的 什麼東西都得不到的 所以老子他明白這個道理 他行無為之事 他不為什麼 但是他去做 今天我們所有的上司法師 所有的同盟 你能夠行無為之事 你就是聖人 你不是為什麼 而去弘法度眾生的 你今天為你啊 為我的產業 去弘法度眾生 為我積存金錢 去弘法度眾生 為一個民去弘法度眾生 你是行有為之事 你不是聖人 聖人是行無為之事 去弘法度眾生 我就是盡力去做 但是我不是為了什麼 這個做啊 不言之教 老子這一招也是很好的 師真本身來講起來 我很多事情我不講 不言 無言 為什麼無言啊 因為你知道我們這個西雅圖 雷賞斯啊 有人講啊 龍邊比較低 虎邊比較高 那女人又是最喜歡講話 那女人去講就好 我們當男生啊 不講 這是老子的思想 他是不言之教 我不講 但已經是在教了 我假如開口講 已經落於第二等了 這個虎邊雖然高啊 我們生活中啊 出來的這個女上司啊 個個都是非常彪悍 個個都是厲害上司啊 都是很厲害的 那個女上司都很厲害 男的好像比較溫 比較溫和派 女的都比較鷹派 鷹派啊 鷹派跟格子啊 大家比以前的 鷹派 是比較強硬 這個格派 格子啊 就比較這個平和的 保守的 女生好像比較強一點 但是我們男生啊 其實行的是不言之教 那女生去衝 然後我們男生啊 坐享其成 像現在的幾個女上司 都很厲害的 像這個麗慧上司啊 像蓮池上司啊 像鏡像上司啊 像蓮廟上司啊 哇 各個都是女中豪杰 還有很多沒有講到的 這個不是 不是講你們不言而教 你們也是嘴巴很厲害的 哈哈哈哈 這些上司啊 將來都要出去的 啊 像那個 鏡像上司的這個 儀甲體工 啊 像這個 麗慧上司啊 他辦的 將來要辦這個 紫蓮大學 啊 像那個 蓮池上司啊 啊 他的這個 這個牽手牽手 他做的事情 有夠多 我沒有辦法的 我睡 睡覺就好了 他去做 我休息啊 他去做好了 我這個 送心辛苦給他人 啊 送些辛苦 辛苦你們要嘛 你們都通給你們嘛 像這個 師母啊 蓮香上司啊 凡是有一些事情啊 都是由他來講就可以的 我是行的是不言之教 這個我們行者啊 修行人啊 對於度化眾生啊 一句話最好 順其性啊 順他的性 各安其身 這個就是誰順 順其性 順每一個人的性 去讓他們自己去發揮嘛 去讓他們自己去發揮嘛 順其性啊 各安其身 那這個道理啊 你要清楚啊 這個是哲學 很高深的啊 你學會了 一生啊 吃喝不盡 不是吃喝不盡 是可以啊 你啊 你自己啊 你自己啊 就是順其自然 乘轟飛翔 自在得意 由這個所有的眾生 本身啊 你順眾生的性 來轉化他們 按他們 每個個人本身去發揮 啊 這個都是很有道理的 那麼 我這個哲學 師尊這個結局 由他去 讓他們去 啊 由他去 這個就是 這個 最好的了 那麼 我也是這樣子講啊 師尊這一生當中啊 應該講起來是有很多煩惱 在你們眼睛看起來 我的煩惱 應該是很多 但是因為我有這個哲學 所以我心裡啊 非常明白 光明 我能夠明光 我能夠在這個 睡明大光明場中 能夠啊 任運 能夠任意的運轉 我跟所有佛菩薩 坦白講 我是很尊敬所有佛菩薩 很尊敬很尊敬 雖然有時候 我很喜歡這個 開這個佛菩薩的這個玩笑 或者跟眾生開玩笑 或者跟誰開玩笑 這是我的心性 對於佛菩薩 對於活菩薩 我是很尊敬的 那麼我因為我有一個哲學 就是由他去 跟無所謂的哲學 所以對所有的上師啊 這個 一樣的 上師來的 就是來啊 上師走的 就是由他去 那也不用去計較 也不用去怎麼樣 那弟子也是一樣的 弟子來的 就由他來 弟子去的 就由他去 也就是你心裡啊 沒有什麼 挂礙 心中無挂礙 睡明大光明常 很多毀謊啊 啊 大家知道是 很多報章雜誌啊 這個 這邊那邊 這邊那邊 很多的 一句話 由他去 就通通都沒有了 所以我現在啊 一切的利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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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啊 由他去 對不對 一切的名為啊 由他去 一切的生死啊 我也知道啊 你們不要看啊 世尊現在身體好好的 有一天呢 總有一天啊 他等到你啊 總有一天等到我啊 我 我雖然有學過長生不老 但是再怎麼不老啊 也要生的 也要死的 也要死的 有一天他要等到我的 要知道啊 一切生死啊 由他去啊 這一句很重要啊 有人講啊 欸盧世尊 你假如不聽我的 你生活中啊 會怎麼樣會怎麼樣 啊 會有負面影響啊 你假如不怎麼樣啊 你生活中會有負面影響 你盧世尊會有負面影響啊 你會啊 惡民啊 糟糟啊 我一句話 由他去 我怎麼沒在插味 我還要由他去 生死都直之於度外啊 生死也由他去啊 有的這個 印尼的弟子啊 啊 跑來跟師尊講 師尊啊 不好了 大事喔 不好了 負事喔 哇 災難 大災難來了 你不曉得喔 什麼不曉得 曉得啦 因為你的弟子跟我講啊 哇 現在好欸 怎麼好 這個 只要啊 你準備一點東西 這個到這個 西藏 到西藏去一下 到尼泊爾 到尼泊爾 到印度 南印度啊 找一個這個 這個仁波切 仁波切就是佛佛意思 找一個仁波切 那麼給他供養 那他就講啊 這個去照一下子 那麼仁波切啊 他認你啊 認你說 欸 你是佛佛耶 你是佛 哦 你是佛佛來轉世的 哦 回來他就變成仁波切了 啊 這樣子講啊 是真的欸 去啦 不用很久 早一點半年 晚一點一兩年 只要有仁波切任你啊 給你灌頂為仁波切 你就是仁波切了耶 那這樣子我們印尼的啊 大家印尼弟子都要準備一點錢啊 每一個都要到西藏去啊 希望找一個這個仁波切 給他認仁波切 現在很麻煩是這樣子欸 說印尼有這種現象出來啊 每一個印尼弟子 大家趕快存錢 到西藏去 就捐 捐錢給仁波切 希望灌頂啊 希望這個仁波切 任他為仁波切 他就回來啊 他可以跟師兄一樣啊 哇 這樣有很多的這個 很多的什麼我不太清楚 大事不妙喔 那印尼現在變成這樣子了 告訴大家啊 師針的意思 由他去 你要認清楚嘛 對不對 大家都說明眼啊 明眼要有眼睛啊 佛佛啊 仁波切也分好幾等的 很多等很多等的佛佛的 師尊研究過的 研究過的 師尊研究的很清楚啊 對這個整個西藏的歷史 整個西藏的佛佛的傳承 他的政治性 他的傳承性 他為什麼會變成佛佛的種種的原因啊 這個整個傳承 告訴大家 西藏佛佛有實修 非常了不起的大佛佛 是真正的佛佛 是有 但是呢 也有只是掛一個佛佛的名字 實際上沒有實修的 也有 這個都是要大家認清楚的 只要他本身是有傳承的 是一個大成就者 是實修的 我們認為應該值得尊重 是尊貴的佛佛 但是他假如是沒有傳承的 是尖斑的 尖斑是怎麼樣子呢 他補空缺的 我少掉一位了 你尖錢出來我就補一個了 這個叫尖斑佛佛 是最後一等的 你必須要觀察清楚 所以我就講啊 你修秘中啊 當師父的啊 要看弟子的看三年 當弟子的要觀察 師父也要觀察三年 看看他是不是實修的 是不是實際上修的 又沒有正國 又沒有正念 你可以從他本身 說法裡面可以看出來的 師尊本身總 懂得這個菩提道次第廣論 密宗道次第廣論 我都可以講解一清二楚 非常明白的 西藏的五部大論啊 五部大經 師尊都是看過的 佛教的經典的業障 那種種種顯密的種種的道理 不管你這個佛教的十宗 十三宗 十宗 大聖八宗 師尊都是研究過的 我發的功夫啊 二三十年的功夫啊 我發的功夫啊 二三十年的功夫啊 你至少要邪險教十二年 邪密教八年 你才成就一個真正的喪失 隨便繞兩下 要沒有十宗啊 你就可以知道了 就是很清楚 這個到底本身怎麼樣 的情形 至少要拿出真實的功夫出來 所以我們講啊 這個大家啊 必須要有名言啊 你不能印度的印尼的地址啊 現在印尼的地址 所以有一個跟我講啊 他已經存了錢了 存了錢了 已經在準備錢了 他要去西藏了 他準備把這一筆錢啊 捐出來 要捐一個佛佛的名字 他說這樣子好耶 他說這樣子好 又有名啊 又有利 那我們這些上司啊 大家可以儲錢 大家都可以存錢 那些法師啊 因為要當一個上司 在正活中裡面 當一個上司不容易啊 現在啊 現在要求很嚴 一定要出交 一定要理光投法 煩惱三千煩惱他們給我除斷 你求一個上司一定要出交 現在人啊 以前啊 沒人的時候太簡單了 現在沒有啊 現在沒有 你再多的錢擺在我面前 啊 我不怕你啊 你用錢摔我啊 我不怕的 你錢給我 我拿了照跑 好像不太對 好像不太對 不過是這樣子講啦 師尊是這樣子的 師尊也捨得大錢 你看師尊現在啊 這個買這個雷杖刺啊 一次就是百萬耶 那你就給它開出去 那不是講回收的 沒有喔 沒有去想回收的 你哪個一百萬來我這裡求個 上司灌頂 阿西里灌頂 沒有啦 沒有啦 我都在花啦 你給我幹什麼 對不對 所以沒有的 這裡哪錢買不到的 在正活中現在哪錢你買不到 以前也沒有啦 以前也沒有啦 這是跟你講真的啦 跟你講真實的 所以人不去也難 為什麼你要求一個佛佛了喔 第一個你很多條件 你要懂得很多的 我昨天講過啦 什麼是佛佛 最少最起碼 你要自主你自己的生死 你在夢中啊 你都不能自主 你還能夠生死自主嗎 你自主生死 你可以進 你可以出離啊 這個離開你的身體啊 我要轉世在哪裡 我就在哪裡 轉世在哪一個人身上 就在哪一個人身上 入哪一個人胎 就在哪一個人的胎 哪一個地點 什麼記號 都要一清二楚的 這個才是真正的仁波界 不是明明一夫妻去亂找的 所以真正的佛佛 他要自主自己的死 自主自己的生 明白你的宿命 你過氣死是幹什麼的 你自己的前身是做什麼 像釋迦牟尼佛他本身就是佛了 他能夠知道自己的本身 就是往事 過氣很多事很多事 他都明明白白 所以前之五百年 後之五百年 這個才是真正的佛佛 他至少他有六大神通 他有宿命通 神族啊 他心啊 天眼天耳啊 又漏盡啊 有六大神通的 神通自在任命的 這個才是真正的佛佛 這個名利的佛佛 我們覺得 每一個弟子要選擇師父啊 一定要用自己的眼光好好看 不是憑嘴巴講 今天我也不能憑我的嘴巴講 所以我就是真正的仁波切 真正的佛佛 我也是經過認可的 最早的時候 喀魯 喀魯仁波切 這個給師尊認可 我經過認可的 不只是喀魯仁波切 這一次我在北京 這個喀魯 喀魯仁波切 他也是認可的 他是十四班禪的師父 他也是認可的 他也寫了這個藏文 藏文的這個認可 寫了 那昌佛佛 這個喀魯仁波切 跟那昌佛佛 都是簽了名的 但是你自己本身 一定要有那一種光 要內陣金剛三昧 要懂得內陣金剛三昧 你懂得這個离舍法 懂得奪舍法 你將來轉世在哪裡 你就可以寫下來 像以前這個很偉大的 這個尊貴的西藏佛佛 他有時候他會跟一個女的灌頂的時候 就跟他講 我將來就轉世在你的肚子裡面 就會轉世在你的肚子裡面 一個女生來給她灌頂嘛 她摸她的頭 然後我就是轉世在你的身上 不足以後她嚴急了 滅盤 她就進到她的胎裡面 就真的從她的就轉世出來 她這個就是真正的仁波切 所以大家要明白 這個你們看師尊啊 看我啊 像不像真的 其實啊 其實啊 你認為我真的 或者認為我是假的 我也是一句老話嗎 我會也很好睡 你們認不認啊 都一樣啊 隨她去 我不計較 我不計較 我從來不計較說 你到底是 是哪方的這個 你自己有實修啊 自己知道 真假 別人說不得 此事為佛 以佛之 佛知道佛的 真假 真假 別人說不得 此事為佛 此事為佛 以佛之 佛知道佛的 然後我是實修的 我跟大家講 我是實修的 我每天啊 練金鋼琴 我每天練的 我不是 只有這個船 這個蓮花 進香 我自己也練 我也給那個 蓮廟上司加持 蓮廟上司 我希望她將來啊 好好的出去世界弘揚 她不錯了 蓮廟上司 也是很有根基的 她 是前任的這個 西雅圖雷仗室的這個董事長 那麼這一任呢 就是燈霄法師 那麼我是這樣子認為啊 我們將來啊 所有的試驗 以法師為主 以法師為主 那麼在佳 在佳的為次 在佳的也可以輔助 所有的法師 但法師也要聽起在佳的意見 大家彼此之間啊 不要分什麼彼此 但是呢 我希望西雅圖雷仗室以 將來以法師為主 那蓮廟上司啊 在前任的董事長的任內 做得非常好 她建這個圖書館啊 餐館啊 所有的倉庫啊 這個大殿啊 整個重新裝房改建 整個這個 西雅圖雷仗室的道場 建這個提議啊 提議啊 後面籃球場啊 整個的設施啊 全部在她手底下 建立起來 只是短短的 而且她的這個費根啊 不錯 說法也很微妙 跟她的這個法號一樣的 也很妙 她說法也很妙就是了 她本身來講起來啊 一直在充實自己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她充實自己 其實她本身也是有她的這個 這個感應的這一種能力 因為她的先天根基也是很好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她將來啊 自然能夠也一樣的 把這個真火密法 弘揚到整個全世界去 希望她本身啊 能夠這個 自己啊 本身啊 常常啊 這個 討厭自己 將來呢 好好到世界各地去放光 其實她這個 前一任的董事長 真的是做的是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她真的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麼我們期望她 能夠這個 禪定功身 智慧增長 一直到這個 圓滿了這個境界 好 那麼 這不管怎麼樣子講起來啊 你們看師尊 師尊本身啊 這個 的光啊 我現在很少放光啊 對不起 為什麼呢 怎麼搞呢 師尊以前很 放很多光啊 最近怎麼少放光啊 是這樣子的 弟子已經在放光了 師尊何必放光呢 對不對 我不是在講這個 好像是說 比較演戲的話 不是說那 比較演戲的話 好像是說 哎呀 這個 心裡不舒服啊 怎麼搞得 弟子都放光 這個 讓師尊放就好了嗎 為什麼老是 弟子都要放光呢 我不是在講這個 其實 弟子本身放光啊 就是師尊的光 對不對 我 地子放光啊 當然是師尊的光榮嘛 當然是我的光榮嘛 那我 他們拼命放啊 我還跟著 我拼命放光啊 有什麼意思呢 對不對 你老了嘛 你應該喔 你休息啦 對不對 你光柴已經有了嗎 這弟子的光榮 就是師尊的光榮 所以我告訴大家啊 大家拼命去放光 沒有關係的 也把你們的放光照片集寄來給師尊看 你們不要不好意思了 哎呦 不好意思 好像是 好像是奪師尊的光彩耶 好像只有師尊能夠放耶 他們不能放耶 不是的 你們放越多啊 師尊越有光榮 所以沒關係 你們盡量去發展你們的紅髮事業 我只要跟你講 最好的 沒有煩惱 看破世間 你要懂得明光 一定要一絲不掛 你要無為而為 你要 懂得行無為之事 不是為你自己做的 今天假如是你為你自己 而紅髮的 你會有煩惱 你明光髮 你不會的 沒有辦法 因為你煩惱很多 今天你懂得這個哲學的話 你就可以超越 永遠睡明在大光明之中 我談談我自己好了 我也有幾個第一 儒師尊不管是真的仁波切 還是假的仁波切 由他去 所以 來罵 儒師尊 至少有幾樣第一 現在在全世界上 沒得比的 這樣說得比較高 人家問你說 儒師尊有什麼 你可以這樣子跟他講 他寫作第一 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一個佛佛寫作 能夠比我多 全世界上的有名的作家 寫作還不一定比我多 這個我是每天磨的 我每天在寫作 我每天在實修 他說這二者從不分離 寫作跟我實修密法 從來沒有分離過 所以師尊這真的是寫作第一嗎 看不見話嗎 這個不敢講 這個不好意思 那普天下也沒有一個這個 在生的 他就把他的相拿起來給眾生供 有啦有啦有啦 釋迦牟尼佛啦 釋迦牟尼佛有 他在生的時候 就有人供他的相 就有一個國王 因為想念佛陀 就已經供他的相 他到道立天宮嗎 去講地藏菩薩本宴經嗎 那麼那個國王很想念那個佛陀嗎 他就叼他的相 這個來供養 這個給人家供相的 也要很不簡單的 這拜一拜就死掉了 很簡單啦 畫畫也很好啊 畫畫第一啊 我五十歲誰畫畫啊 五十二歲出版了四本的畫畫集啊 也沒有畫家這樣子的啊 這個今天也只有盧思珍啊 畫畫在兩年之中啊 出版了四本的畫冊的 畫畫第一啊 這個還有啊 我所寫的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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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釋迦行 釋迦行 上師相印 本尊諸尊 本尊諸尊 好 這個器奈明典 保平器 好 再來修這個無若法 修明典法 修祖佛 修納若巴六成就法 再進入金剛法 五大金剛法 喜金剛 聖陋金剛 匯祭金剛 大威德金剛 十輪金剛 再進入無上密 好 無上密部的這個 世喜世空 降體以慈善 能夠雙容 而且能夠發光 把自己的氣啊 把氣啊 又能夠發為神啊 神又能夠發為光啊 要成就宏光啊 不死宏光 一直到這個世喜 這個寄生喜啊 這個寄生喜啊 轉化成為寄生智 到了最高最高的 空性光明 這個是 紅教的大延滿法 這個四派裡面啊 像大白教的大手印啊 這個發教的大延聖會啊 紅教的大延滿啊 黃教的大威德啊 最高的大法 你從世將行開始 一直到最高的大法 密法 都能夠全部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還能夠實修 開你的五輪啊 現化你的光影 這個就是密法定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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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說法啊 這個說法啊 大家曉得這個說法 坐在台前 這樣子講話說法 施貞會不會說法 好 我認為還是不夠好 這也是我的煩惱 好煩惱喔 好痛苦喔 經常很丟臉 說也說一說啦 不是很好啊 斜呢 斜啊 沒有人比我多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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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啊呢 啊 這麼說怎麼會這樣喔 我也很會啊 這個眼睛閉起來 冒水一瞻 噓噓噓噓 練這兩千不要緊 幾分鐘就有了 換一個名字 跳 抱歉 師尊是很會跳舞的 那是過去式 過去式 現在呢 現在只有暗中進行 暗中進行 師尊是 不管你是Tango 是Jilba 是這個Disco 是恰恰 是Lumba 這個Bruce 以前我是跳阿哥哥 跟牛牛啊 跟牛牛 我都會咧 會彈啊 也是一個很有價值 這個腳 會跳 你說寫詩啊 我也會寫詩的 我會押韻啊 會五言立詩 七言啊 捷技 我都會的 我會填詩 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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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啊 腹啊 我都會的 我們鄉親來欺 今天中午的時候 會金法師啊 包一包紅包給我 他說 師尊啊 這個 求你饒了我吧 他說 上午對不起啊 我說啊 跟你開玩笑的啦 其實啊 師尊 最好就是 希望你 趁師尊 不注意的時候 給我test 給我考試 然後我表揚我一下 你說我怎麼會不會呢 我可以押韻呢 你看那個很漂亮 押韻 我會寫詩的 這些喔 哪個法師啊 哪個上司不服的 我們來寫詩 我們來寫詩比賽 你就要白紙鋪起來 比 用好 大家來寫詩 寫詩還要知道 他要押韻 還要他的意思要好 還要口能夠送 還要很美 讓人家感覺美 又好 又有他的韻味 又押韻 我能夠寫詩啊 這個 填詞 行了 夠了 那個 我這個看看我要寫什麼 這個藝術啊 不錯啦 還有呢 我還會唱歌 這個唱歌 其實坦白跟大家講 事真唱歌是很少 這個很多人知道的 我只是在 大家眾人要求之下 我才上台唱歌 唱歌給大家聽的 我平時不唱的 你不要以為師真 啊 經常這樣子 迷迷啊 迷迷糊糊啊 只是唱歌跳舞過日子 不是的 我是用觀眾要求 觀眾要求我才唱 觀眾要求我才唱 沒有 那我也很快樂 坦白講我這一生當中啊 活到現在啊 這個已經覺得啊 沒什麼好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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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沒什麼好佛了 因為實在太快樂了 一切無所求的時候啊 你就是最快樂的時候了 你就是沒什麼好佛的時候 你已經啊 可以任轉了嘛 在這個沙婆世界 任轉了 很自主你自己的嘛 這就是沒什麼好佛了 對不對 你已經神通自在了嘛 那你沒有什麼好求的啦 那這個時候啊 你就是一種很自由自在的 一種大樂的一種狀態 那實真在修行 禪定功身 進入聖身意識裡面 那個時候所得到的快樂啦 比沙婆世界的一切樂事 還更快樂得多 那大家知道啊 你能夠修成明光法 在睡明之中有大光明顯現 自己本身化為光啊 你就是進入空 進入無的境界 既然是進入空 進入無的境界 你就是無窮盡的神通自在的 那一種境界產生出來 那這個時候啊 你還掛勵什麼呢 你什麼也不用掛勵了 那麼眾生的煩惱 你已經都已經都超越了 你應該學的 其實這時候啊 在佛法裡面有一句話講 這個就是無邪 無修 你不用再修什麼 這個境界啊 就是無修 因為你進入無啊 進入空啊 空性光明裡面 你也是無修狀態 這佛法講得很好啊 講這一句 涅槃 涅槃啊 就是空啊 就是無啊 就是無修啊 無相啊 無色啊 無助啊 那麼這一種境界產生出來的時候 真正的就是神通啊 就是自在啊 你們還要什麼呢 這個是最好的 這東西啊 這個就是宜咒意識 老子的道理啊 天地有道 在天地之間呢 是有這樣子的大道理存在啊 存乎自然 存乎自然 都是在自然裡面的 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 不可以講的 你離開自然呢 就偏離了道 這個 這個何夫道法 佛陀講啊 什麼大 什麼為大 何一道則大 你跟道合一了 你本人 修行的境界已經跟道合一 你是最大 因為是無窮盡 因為是無窮盡的關係 所以你是最大 何一道法 合一道法 起伏超度 起伏超度 就是神通嗎 起伏也是神通啊 你憑什麼可以增加人的福分 你憑什麼能夠到幽民去度眾生 不佔神通力佔什麼 那這個是非常清楚啊 非常清楚明白的 我這個在 這一次我們這個 起伏超度法費裡面 我就講了這個計 起伏超度 天地有道 存福自然 何一道法 起伏超度 你既然能夠跟一宙一世合一 你就是神通第一 你就是神通第一 你的神通也是算第一的啦 那麽又有密法第一 又有法法第一 又有共相第一 又有成就第一 又有寫作第一 咦 這種師父啊 你一點點去找 那你還不相信的話 啊不相信啊 我不信喔 這個是 這個仁波切 啊怎麼佛佛 你家的事啊跟我無關 那師尊的這個佛法 是純自然 純粹很自然 我還想我最近啊 這個年紀大了 還想哎 要做什麽 比較好呢 才能讓弟子高興呢 這樣子好了 我來開個這個 鋼琴演奏會 人家講喔 哎 如是真要開鋼琴演奏會 哇 這張稀奇的耶 因為我知道啊 那個寫鋼琴啊 都是要從小就開始寫的 而且要寫很久的 寫很久 而且要手指頭要很靈佛 手指頭要很靈佛 我相信我也會啊 因為我 我叫那個 叫誰來教我 你知道嗎 叫貝多芬 他雖然已經很過去很久了 他雖然已經 貝多芬已經過去很久了 但是呢 啊 世貞只要念一個人 走 念走 他就來 他可以 世貞把心胸全部放開 容他進來 這個手一伸過去 所以 就跟他開 哎 他們底下的人會叫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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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什麼 像貝多芬的交響曲 哦 哦 但貝多芬的交響 轉身去找誰呢 找 斯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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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認識兩個 哈哈哈哈 這個 啊 世貞知道一些事情 啊 告訴大家 我們西雅圖雷杖寺啊 有一次不是佛燒得很大嗎 佛光燒得很大嗎 那個四天王講 這個沒有告訴大家 現在告訴大家 四天王說 他用一個麻袋啊 把這個雷杖寺蓋起來 然後呢 把他送上天上 等佛啊 熄了以後再放回來 其實師尊 也有很多事情 像在睡夢之中啊 有很多這個佛菩薩也會來指示 他會指示說 哎 明天下雨啊 出門記得要帶傘啊 記得啊 記得啊 要帶傘 因為明天下雨啊 記得帶傘 有時候會讀報給師尊看啊 這個 好像 將來啊 我讀的報紙啊 我跟大家講過嗎 看十年後的報紙 張尼奧 十年後的報紙 也有了 我看了 但是你讀報啊 這樣子啊 我說 哎呀 你不用告訴我這些啦 我跟那個那些 佛菩薩講 說你不要告訴我這些 好像未來要發生什麼 未來要發生什麼 我希望的是這樣子啦 是我盡力去做 但是我不一定要了解 啊 生活中的未來 也不一定要了解 我自己的未來 也不一定要了解 很多事情的未來 我只要啊 啊 把握住現在就好了 我們把現在做好就好了 未來的 我今天這樣子講啊 大家了解不了解 明光法 有兩個 一個是在你的內心裡面 斷除一切煩惱 看破一切 才能夠真正的明光 第二個是 遺鬼上的明光 大家了解了嗎 好的 那麼今天 就講到這裡 歐馬尼佩米歐 一神法 他這個 我已經在這個紐約 金剛堂的時候 已經有開示過 那麼 那麼 在這個 世尊的書裡面 也有寫到這個 監牢 地神 金剛法 那麼他也有咒儀 那麼有鎖印 鎖印也就是這個 這個 啊 三股金剛處 啊 另外這個咒 啊 這個印 有印了 有這個 有這個 所印的 那麼 也有咒儀 那麼 咒儀呢 也有觀想 好 那麼 咒儀呢 我們請那個 連廟上司 這個 唸 唸給大家聽 等一下 要唸這個 咒儀 然後給大家灌頂 那麼 法本呢 在世尊的書上 你們假如要 比較詳細 在紐約金剛堂 也有講解過 有請 森 啪吉他 即吹吉利 著魯著魯 卻如 橘子 驅住 都住 都住 牢牢 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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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